母親節即將到來 台灣總統蔡英文週六下午 出席了桃園市108年模範母親表揚大會 針對現場媒體提問 美國防部最新公布的 2019中共軍地評估報告 蔡英文表示 無論中共如何文攻武嚇 一定堅守台灣主權 蔡英文總統 總統蔡英文週六下午出席 桃園市108年模範母親表揚大會 她表示要向台灣的媽媽們 至上敬意和謝意 並說一聲辛苦了 市場媒體問到 美國國防部公布最新中共軍報 提到共軍可能對台 採取大規模的飛彈轟炸 有限度的飛彈攻擊 及渡海侵台等三種模式 蔡英文回應 我們的國軍一定會做完全的準備 那我們有信心會確保 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 那麼同時呢 我們也要在這裡再重申 不論中國的文攻武嚇是如何 但是我們都一定堅持守護台灣的主權 一定守護台灣的自由民主 至於民進黨總統初選民調到底要不要納入手機 前行任院長賴欣德認為將手機納入民調 初選恐怕會失控 不過蔡英文則認為民調加入手機是與時俱進的做法 也就要貼近民意 要是我們的黨透過民主的機制的討論 所做的決策 我們都尊重 我們社會的現實的狀況是 用手機人確實很多 在我們這個1800萬的合格的選民裡面 有500萬人是只有手機的 那他們的意見也不應該被忽視 過去雖然有過不愉快的初選經驗 他信得說相信總統蔡英文和他都有民主素養 也不會辜負大家期待 最後一定能在民主價值體系下 團結打贏明年的選戰 新唐人亞特電視黃亮簡棚 正前無疫情 台灣桃園新竹報導 被現場清laf 強明改天大約 tablets 戰�el begun 核心 恐慌 特朗